欢迎收看好传媒Playful Media 11月9日在九龙湾EMAS大学隆重举行 梅艳芳香港鸭族群星首映离K音乐分享会 今次分享会请来了强丽和虾头杨斯敏 合唱梅姐和哥哥张国荣的名曲《燕之球》 梅姐是一个不老的偶像 其实你自己由几岁开始喜欢梅姐呢 很年轻我亲身在电视上看过她参加新秀 我很年轻 那时候梅姐参加新秀 我认为由那晚之后的第二天 基本上那个乐坛都是属于她 那时候开始基本上 你做学生的时候 比如梅姐和哥哥一出碟 我们在午餐时就会立即跑去唱片铺 买唱片或者买剧席 那些年代是很疯狂的 那时候是每一个学生都一定会这样做的 就是省下吃饭钱就去买剧席和唱片 那时候梅姐有很多金曲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呢 以及梅姐的音乐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你问我很多 如果很多梅姐的歌都很喜欢 《坏女孩》那些很经典 但是譬如 有些我觉得是我小时候 我未必明白的 譬如《燕之球》 这部电影和一首歌对于我小时候 我觉得 我未必很明白她的情感 但我现在会拿出来看 我再听这首歌 我的感觉就很强烈了 所以 我觉得不同年纪的时候 你再拿梅姐的歌或者电影出来看 其实你也会有不同的 我觉得是永恒的 所有东西都 今次这个音乐分享会 就是分享梅姐的音乐 那你作为其中一位表演者 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呢 非常非常非常荣幸 又非常紧张 因为 她都是很好的歌手 刚才表演嘉宾 但是 她本身是我的主持 又很荣幸 她说不如你也可以跟她在 交代梅姐电影时段 那你两个都是演员 你们的身份去唱一段《烟枝寇》 都是很对的 我觉得这么好 有这样的机会 很荣幸 所以 我又很喜欢梅姐 我又很喜欢哥哥 可以唱《烟枝寇》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光榮 我觉得是 很期待 待会强尼和虾头演绎的《烟枝寇》 今天谢谢强尼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想收到更多娱乐资讯 记得订阅好传媒 Playful Media的Facebook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